扶摇杨幂不慎落水,睡中倒影惹来大批网友热议。 扶摇杨幂不慎落水,睡中倒影惹来大批网友热议。 由杨幂,阮晶天主演的电视剧扶摇,目前正在热播中。 近日,播出的一场戏,杨幂扮演的扶摇,躺在床上想起无极说的一段话,这玄灵真夜是我的天生之物,若是你能把它从我的身边取走,我便帮你解开封印,什么也不求,什么也不要。 随后,杨幂动起了小脑筋,偷鸡摸狗的事,本姑娘在玄云山学得多了,然后,扶摇假扮成了给无极送衣服的小侍卫,混进了无极的寝宫。 却不巧被无极给一眼识破,并独留扶摇一人在寝宫里,这时的无极手拿一朵玫瑰花对扶摇各种挑逗。 这位小公公,你看起来,有点面生阿扶摇,一回生二回熟王上。 无极,无极却不依不饶,夜半三更,不请自来,孤男寡女。 我可不保证清醒,扶摇怒对,原来你早就发现了,好。你不用清醒,我拿了玄灵真夜就走。 可是来容易,想走就不容易了,尤其是落到了无极的手里,轻轻松松就被无极给甩进了玉池里。 鲜花,玉池,美丽的阿扬扬,这回眸一笑有没有想撇平的冲动呢? 不过,等到扶摇关博晒出了剧照,却有眼尖网友发现了杨幂的水中倒影,结果惹来大批网友热议。 有网友说,为什么感觉水里的鼻孔有四个? 原来打秘密的脸从下网上看是这样的。修徒师傅可能要一介出名了。 但也有网友解释说,学过一点话,讲道理,倒影压缩甚至几变都很正常啊。 其实,扶摇这部剧还是非常好看的。 杨幂,阮京天从欢喜冤架到最后的有情人终成眷属,虽然剧中有虐心的地方,但是甜甜的剧情也很多。 不过,追剧的时候,你有发现这些小细节吗? 杨幂爸爸实力坑女儿,吐槽杨幂没有小时候好看。 杨幂是童星出道,如今又自己开工作时当了老板,演艺事也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了。 每当杨幂有新剧上映,杨幂的爸爸总是会尽心尽力地帮女儿打call,还经常在微博黑自己的女儿,有一次居然吐槽女儿笑起来像个傻妞,使亲爸无疑了。 这不最近杨幂的新剧《扶摇》正在热映,杨爸爸又晒出了杨幂的一组童年照,还吐槽女儿真是越长越丑,笑幂比大幂好看,真是平实力坑女儿。 从杨爸爸晒出的照片看,杨幂小时候是真的可爱,像个洋娃娃,有点混血的感觉。 大大的眼睛,秀气的鼻子,笑起来非常甜,真是天生的美人披子,和别的小朋友合影,也是最显眼的一个。 杨幂四岁就出道了,从小就开始拍戏,还曾经录过儿童教学袋子。 讲的是小老鼠的故事,那时候眷眷的头发,再配上奶生奶气的童荫,非常软萌。 不知道杨幂的女儿小糯米是不是也和妈妈小时候一样可爱呢? 后来长大一点的杨幂因为换牙眼型开始变了,不过也更漂亮了。 年轻时候的杨爸爸也是非常帅气的,颜值完全不输现在的小鲜肉,杨幂看来是继承了家庭良好的基因。 杨爸爸虽然嘴上坑女儿,但实际上杨爸爸还是把杨幂当做小公主一样疼爱的。